第三個部分,編輯儲存格 要做這些動作,Average,平均 計算身高、體重等等 所以F到I的62 做這些格式,分別是這個字體 出體背景改成成色填滿 分別我們來看F 接下來我們先把F62在哪裏? F到I,按Shift鍵 其實這四個出身格 做什麼動作呢? 做平均,平均最簡單 你可以從上方,常用這邊不是一個平均嗎? 或是你插入Average函數也可以 插入函數裡面找統計類的Average 其實跟這邊一模一樣 從中比較快 自動加統這裡,平均 那馬上這四個欄位全部都平均完了 接下來就是再把字改成它指定的字體 應該理論上你往下拉到底吧 然後再往上推一下 我習慣是這樣,然後找到A開頭的 A開頭的話 不然就不要一下拉到底 然後再往上捲 太浪費時間 這個 這個字 然後它要什麼? 出體字 本來就是出體字,所以不動 接下來的話就是把填滿色彩 把它改成成成色的 就這個 這樣應該OK 1、2、3 應該沒問題 來檢查一下 1、2、3 OK 那就完成第三個 應該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比較難的是這個 設定什麼呢? 儲存格的格式 而且它還有強調 這個一定要是自訂 自訂數值格式 那所謂的自訂數值格式 第一個當然你要先把什麼? 把你要設定格式的範圍選起來 選的範圍是從哪邊到哪邊? 我看一下題目 到I的62 所以記得要選到62 所以I7 選到I的62 I7在這裡 選到I的62 所以按Shift鍵 或者Ctrl-Shift向下也可以 然後做什麼呢? 做三種格式 如果是正的話 那就顯示什麼? 它這邊要顯示什麼? 顯示就是多少公斤 而且是中文 那目前顯示是KG 是英文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多少 按滑鼠右鍵 先選範圍 2的話呢 右鍵儲存格式 找到自訂一下 那自訂的話呢 這個地方有三種狀況 第一種是 如果它的數字是正的 不是負的 那就是顯示黑色的 多少公斤 那跟各位講一下它這邊規則 如果是多少 如果是數字的話呢 請你補個0 0的話就表示它這個數字 那如果公斤的話呢 請你補上文字 那特別注意喔 文字前後一定要加雙銀號 所以這邊打個公斤 好 那你會發現喔 幾公斤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幾公斤的訊息 那當然呢 你可以先第一階段先完成 第一階段是0公斤 前後加雙銀號 按確定 不過喔 你會發現呢 它只會顯示像這樣子 也就是 正的就正的嘛 負的呢 沒有銀行 不過喔 第二階段就是 要改變什麼 因為這邊 不是要顯示 負的這個 它要把負這個 改成什麼 改成減這個字 所以如果要改成減這個字 而且它是紅色的喔 那怎麼改喔 一樣 愛滑的右鍵 除了格式 一樣呢 請你在這邊加一下 那怎麼加 如果你要第二個格式 請你在中間加分號 加個分號的話呢 表示說呢 後面就是負值 如果是裡面的數字 是負的喔 那我會改成後面這個格式 那什麼格式 應該是什麼 多少公斤一樣 但是前面多一個字 叫減 所以你可以把前面的訊息 0公斤貼過來 那前面加一個減就可以了 所以前後再加雙引號 那加一個字叫減 減掉幾公斤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你這樣 這個是負值喔 所以呢如果是正值 它會用這個格式 負值它會用這個格式 所以是負對不對 按確定 有沒有 負的話就變出現減幾公斤了 但是你說老師那不是紅色的嗎 對 如果你要加紅色的話 請記得 請你在分號後面加一個紅色 前後要加中瓜糊 打上紅色就可以了 紅色喔 這個比較麻煩喔 而且一個字都不能錯 分號 後面就是負的 這樣的話就是把它變紅色了 有沒有 所以正的就是黑的 原來狀態 負的話就分號後面的 那你說老師最後還有一個訊息 就是如果它剛好兩邊是一模一樣的 六九六九 那就要顯示的 就叫什麼 完美身材 而且是藍色 那怎麼做 按右鍵 一樣儲存格式 請你再加第三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 就是再加一個分號 所以喔 第一個條件是正的 第二個條件是負的 第三個條件 剛好就是完全Match 如果是零的話 那零的話怎麼顯示 一樣嘛 完美身材 所以給它顏色 顏色的話其實你就比照辦理 什麼顏色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紅色貼過來 把紅改成什麼 改成藍不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顯示什麼呢 那個完美身材 我記得 就把這邊打一個 記得文字前後一定要雙尾號 叫完美 應該是幾個字吧 我看一下 應該沒錯 字不要打錯 有沒有完美身材 還沒錯 藍色嘛 所以喔 如果是0的話 就是這個啦 所以正負0 按確定 有沒有 完美身材 0不見了 應該可以記起來吧 應該不難記吧 而且不用特別去背 像我是用理解的 理解的話 它有個規則性 那其實你應該就可以把 可是不要特別背 我發現背的話 有時候 像以前 我考試的時候 用背的 考試的時候 可能忘了一個東西 就完蛋了 就做不出來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地方就OK 之後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 這個完成了 那後面好像就是 設定什麼 範圍是A6到I64 學生名測 然後把它列印出來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最後的話 就是請你把 A6 按shift鍵 選到I64 給它一個名稱 名稱就這邊 叫什麼 學生名測 所以這邊打一個 學生名測 Enter 那這個範圍就是 學生名測 最後的話 把它列印 列印的話 請你找到 我的習慣 是找到那個什麼 頁面配置 裡面的版面配置 這個地方 我習慣從這邊進 當然其他地方 也有功能可以進 我習慣從這邊 如果你要列印的話 我習慣從這邊 頁面配置裡面的這個 小機關 那你把它點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 你找到工作 應該是最後一個吧 這邊不是有列印範圍 因為它列印的不是全部 因為我要列印的是 剛剛選的這個範圍 所以按F3 跳出剛剛選的範圍 我印的時候 不要印到其他的 就上面這些東西 不要印 只要印中間這一塊 然後還有一個最後 好像還有一個什麼 標題列 對不對 那什麼叫標題列 所謂的標題列 就是列印的時候 比如說 假設我不加標題列 我按預點列印一下 你會發現 這一頁有沒有看到 這一頁有上面東西 對不對 可是你跳到下一頁 會不會有上面的藍位名稱 有沒有發現 上面的藍位名稱沒有耶 那如果你假設印出來給人家的時候 人家要怎麼辦 翻到前一頁才知道這個藍位 那不是很不方便嗎 所以千萬不要做這種不專業的事情 如果你要做 每一頁都有上面的那個 所謂的標題列的話 記得喔 怎麼做 把它再切回到剛剛版面設定這邊 記得喔 從這邊有一個叫做什麼 標題列你要設定一下 我把它再回到剛剛的地方 記得喔 從這邊點進去 工作表 標題列的地方 點一下 請你選取第六列 點一下就可以 有沒有 六冒號六 表示這個是標題列 那最後當然喔 你就按預覽列印看一下 有沒有 這一頁有對不對 然後你按下一頁這邊 有沒有發現 下一頁也有耶 所以以後每一頁都會有 其實比較專業一點喔 你希望不要連這個都不懂 不懂的話 不要說你學過Excel 最後的話呢 這一題應該就OK了 所以最後的話呢 就把這一題 另存新檔 存成什麼呢 EXA 這個應該叫202 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